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想什么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要把神摆为第一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韩国人他没有工作 没有人给他工作 然后他一无所有在戏谷这边 然后他就每天花一个小时祷告神 用方言祷告神 然后后来天使就来帮他 教他写程序 后来他就变成很有钱的人 就是转眼间 就是一夜间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还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在圣经学校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叫我们每天至少要祷告一个小时 然后有的学生他们就比赛祷告 谁祷告比较久 有一个学生 Tim他就祷告 他说都祷告差不多三个小时 所以来挑战一下 然后看祷告神是不是开门 所以今天祷告可以还有敬拜赞美 就是唱诗歌 所以如果加上敬拜赞美 一个小时也不算太长 但是读经要读十章就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就挑战一下 我学习 学习一下别人祷告一个小时怎么样 今天祷告敬拜赞美一个小时 看看神给我们开什么门 好吗 挑战一下 我现在要求神赐下七灵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神赐给我们 耶和华的灵 第二个 智慧的灵 第三个 聪明的灵 第四个 谋略的灵 谋略的灵 第五个 能力的灵 能力的灵 第六个 知识的灵 知识的灵 第七个 敬畏耶和华的灵 敬畏耶和华的灵 还有我听说是有一个是启示的灵 我们很需要这个启示的灵 神给我们启示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启示的灵 启示的灵 好 感谢神 求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身上 求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过丰盛的生活 May the Lord prosper us in all ways May the Lord prosper us in all ways 愿神 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所以现在去看看 神说要有飞机来接我 去看看飞机快到了没有 现在就去看看 OK 愿神主义每一个 你现在去看看飞机快到了有一个是启示的灵 你现在去看看飞机快到了这儿